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说是著名的代表人物 而提到一个叫做何靖的人 很多人应该都会感到陌生 何靖虽然名气不如前面两位 但是他的地位当年是要高于曹操的 他被皇帝分为大将军 他又是皇后的哥哥 可以说是一位皇亲国戚了 何靖是东汉朝廷上一位数一数二的角色 何靖作为大将军 名字听上去很威风 权位很高 但是实际上 这只是一个在外拼死的职位 何靖的手里并没有实权 而且汉灵帝为了防止世家权力过大 很是提拔外戚和宦官 因此汉灵帝就安排了一个叫做太监检兽的职位 用来监督将军 不要把持兵权 这个太监并非普通的人 他身材高大 长得还很壮实 何靖也不能随便把他给杀了 或者打了 而且这个太监是皇帝清典的任务 他的任务都是皇帝直接安排的 何靖对于皇帝的这种安排很是不爽 但是他也没办法 因为东汉的宦官集团很强大 他根本不是一个集团的对手 等到汉灵帝死之后 何靖和太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何靖本是皇家的人 但是他后来却想加入世家 但是世家又不想接受他 在左右犹豫之间 何靖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皇官们给杀死了 要知道何靖当年虽然兵权不大 但还是贵为汉朝的大将军 他为何连太监都打不过呢 因为何靖手里的军队 只是人数稀少的中央军 中央军并不是所有军队中 士兵能力最突出的 最精锐的部队都被董卓带去西北打仗了 而宦官们长期混迹于皇宫官场 人脉显然要比何靖要广 所以何靖自然也不是宦官们的对手 东汉有很多英雄人物 都是出身于世家 比如曹操、袁绍等人 特别是袁绍 他是一方的诸侯 控制着北方的大部分江土 可以说是最强的诸侯 只可惜他这个人悠有寡断 没有远见 虽然实力很强大 但是没过几年就被曹操给打败了 何靖的出场 发生在董卓死之前 所以何靖在三国不出名 主要是因为死得太早 何靖早年并没有什么本事 只是一个靠杀猪为生的屠夫 他能进入皇宫 当上大将军 主要是靠着他妹妹和皇后的身份 何皇后当年很受汉林地的宠爱 何靖从此之后就是平步清云 而且后来他战功也挺多 最后被分为了大将军 但是当时中央军里的一个宦官 担当了元帅 何靖本想带着一匹人马杀了宦官元帅 可惜他的家门中出现了挖墙脚的人 他的母亲和弟弟 常年受到宦官们的贿赂 他们多次阻止了何靖对宦官集团的杀戮 宦官们也不是好惹的 他们也在暗中计划着杀掉何靖 他们假造了一个太后的诏书 把何靖招进了皇宫 何靖也没有太多顾虑 没带什么武器就去了 谁知刚进皇宫 就被宦官们给团团围住 随后就被砍掉了脑袋 就这样 何靖的小命也就此结束 如果他能少一点优柔寡断 或许还有反击的机会